张师傅在杭州城南家园有一套安置房 在四楼70多平方 空置很长一段时间后装修了一下 儿子和儿媳在2017年搬了进来 现在阳台天花板有大片渗水痕迹 墙角和石膏吊顶有部分位置明显发黄 装在墙上的书柜也糟了样 两块靠墙的板子多处发霉发黑 再看阳台旁边的主卧 天花板上也有几处淡淡的渗水痕迹 张师傅说这样的情况已经快三个月了 张师傅说楼上是我爱我家门店的管家房 正在出租 征得楼上租客同意之后 记者和张师傅到阳台看了看 现场铺的是地砖 一台空调外机放在阳台的墙角 排水管并没有插到地楼里 而是直接放在了空调外机旁边 排水管的下方放着一些塑料膜 张师傅告诉记者 事发当天他来看五楼阳台的时候 现场情况还不是眼前这样的 就是空调外机当时就是在这里的 那管子怎么横呢 管子它不是这里有一个镜头的吗 可以记得 然后又去到哪里去呢 现在又塑料了 原来是里面个地围的嘛 插插进去一点事情都没有了 它就这个管子这样 这个墙面的都是个水 张师傅说 找到问题之后 他联系了我爱我家旺江店的小潘 对方叫来一位维修师傅上门查看 但一直没定什么时候维修 短信记录中 8月6号张师傅叫小潘来维修 对方说师傅正在排单 张师傅告诉记者 他都催过好几次了 一直都是我是主动的 他是被动的 好像不是他的事情 他就这样一直应呼应呼 我说什么申请了 要排功了 最近一次他说 10号有人会跟我联系的 他说我等了一天 等到晚上 而且到他们地里也去过 是吧 门店里边怎么说呢 他就是说 那过两天 他们肯定会来的 张师傅说 后来终于又有一位维修师傅 到他家阳台看了看 大概是11号比12号 有一个小工 他是刷墙的 我刷墙的是没用的 他说 因为这个位置也烂掉了 这个墙呢 他说现在也没掉了 他说一定要等这个柜子做好 他然后才可以对手粉刷的 张师傅说 他只好又找到我爱我家旺江店 得知小潘临时有事回老家了 说是回来以后会处理好 记得现场联系了小潘 就是刷漆的师傅跟修那个木板的师傅 是两个师傅 他刷漆的时候去了 去了之后 他说漆先刷上去 到时候再搞木板的话 搞木板会把漆全部再弄掉了 知道吧 所以说他现在是意思说 先把木板弄好 然后后面再去刷漆 知道吧 因为师傅 我是我们公司师傅 我们公司这么多房管 他是要排单的 他不会说 很快就会师傅过来 大概几月几号能有消息呢 基本上就是这两天会弄好 他们给我捆好 这个柜子重新做一个锅 对不对 还有那个书的损失 要叫我赔赏 你们预算过吗 整个的损失大概要赔多少 最起码我也没预算过 叫他们自己来给我修好 我也就算了 沟通时小潘表示 自己马上赶到小区 记者也还想问一下 空调外积 为什么要放在阳台上 空调管子在地上 它没有进地漏吗 这个现象 你们去现场核实过没有 去看过没有 我去看过 那个空调的排水管 你们是还是插在墙 墙角那个地漏呢 还是换个地方呢 正常来说 它那个 它本来空调外积 就放在外面了 对吧 对 它那个地方 它是它那个本身那种结构 它是没有地方去 所以说它第一次 可能是正常低 但是它防水这块 是已经做过了 所以说它没有 就是你们这个 拖管了以后 那个阳台的这个 整个地面 做过防水的 阳台 那防水之前 肯定做过防水的 张师傅说 他等了两个多月 认为小潘解决问题 不够主动 小潘回应 一开始是因为 渗水的墙壁 没法粉刷 后来是在等 维修师傅排单 师傅过来 包括下面也看了 当时是 当时上面是打了一层 什么那个 透明那个 应该是防水胶 打防水胶 然后他那个 也去下面看了 当时 当时是应该是 跟师傅说 当时是师现在不能立马刷墙 所以他说等干了之后才去刷 他现在就要重新刷墙 第二是柜子要重做 第三 他这些书还有损失 也要你们赔偿 那你们怎么考虑呢 这个怎么说呢 当时我也是报了 我也不是说没报 当时他说让我来看 我说柜子 柜子他本身 我来看也没用 我只说我帮你报 师傅该怎么弄 我知道 现在这个公司这边 答复是什么 可以弄啊 已经报过 已经有师傅来过了 那么师傅说弄不了啊 弄不了 他说刷钱刷不了 因为他要弄柜子 记者提了一个建议 能否请小潘和张师傅 一起去门店找领导协商 小潘表示没有这个必要 这个事情就是我来对接的 他们因为我们 这是房子是我来管的 重新刷墙 做个新柜子 还有赔偿书籍的损失 这三个要求 你们公司怎么答复呢 可以 就是师傅过来看 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张师傅还是不放心 记者陪着他找到 我爱我家旺江店 工作人员表示领导不在 店门口的招聘海报上 有个联系方式 门店我们是没有办法 直接就是那个那个 对接您的 因为我们公司的 这个品牌对接人的话 刚好今天不在 是需要他来出面来 就是来跟您 就是对接这个问题 但是呢 他也跟我说过了 他说您这边 可以先留一个联系方式 一个就是墙面要重新刷过 第二个就是这个柜子 书柜要做过 都没掉了 第三个就是书籍都没掉了 这个损失也是要赔的 书籍你们统算过吗 大概的价格 大概我登记了 一共大概是五十五十几本书 价格在一千五百块左右 你的情况呢 我这边会直接以投诉的形式来帮你反馈 或许呢 会有我们总部处理专员来给您对接的 张师傅表示 除了赔偿自家的损失 他希望我爱我家门店 能跟五楼租客好好沟通一下 尽快把空调外机的排水管插到阳台低漏里 晚些时候张师傅反馈 9月13号晚上和14号上午 我爱我家旺江店的人带维修师傅来看过了 经过协商 由他自己找人制作书柜和粉刷墙壁 再加上那些受损书籍的赔偿 维修人员转给他两千八 他接受了 发稿前 我爱我家方面没有回复 记者又联系了客服 应该房东也给您回复过了 楼下的房东 公司对这件事情 目前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这边的话公司不再予以回应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以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